现在说起来,王一博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,自从19年大火以来,王一博的商务代言和影视片约就一直没有断过,虽然现在王一博没有在播剧,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代播剧马上就要播出了,包括风起洛阳已经杀青,相信马上就会可以跟我们见面了。 作为新一代的顶流,王一博的商业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,不到25岁,身上就有20多个代言,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,而且每一份代言给品牌获得的利润都非常的大,所以他现在手中确实不缺代言,但是最近他又官宣了一个新的全球代言人身份,这个代言也是他今年的第四个代言人身份。 这一次他代言的是一款养胃的蜂蜜,也是他之前从没有涉及过的领域,而在昨天官方也曝光了一则70多秒的广告,这则广告从各个角度都进行了拍摄,可以看到王一博的脸,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,这款商品在上午10点30分的时候上架销售,但是很多网友表示,刚刚要付款,就看到已经告庆了,所以王一博的粉丝还是非常给力的。 其实作为新一代的顶流王一博,不过也才24岁的年纪,放到我们正常人身上来说,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年纪,但是对于他来说,他已经出门工作10年了,在这10年里面,也遭受过各种各样的事情,从不火到有些名气,到如今大火,他一直都是表现得非常平淡,从来没有很骄傲的时候,而且,他从来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。 对于他来说,现在拍戏就是最重要的事情,他想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强,这样才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,做他喜欢做的事,有理由不去做他不喜欢的事。 一个24岁的人,每天都要工作将近20个小时,有人问他为什么成功,其实这就是原因,希望王一博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作品的同时,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不要为了工作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,这样就得不偿失了。 感谢观看